大家好,这里是天阳玄机啊,上期我们讲的这个漏指节和滑指节啊,那么这期呢,我们讲这个指节长短啊,对应的一些意义的不同 那么,首先是分清楚啊,哪个是第一指节啊,第一指节呢,是靠近手指肌部啊,手指根部啊,肌是基础的肌啊,手指根部,这个是第一指节 这些都是第一指节,第二指节就是依次啊,为第二第三指节往上走啊,那么指节的长短啊,它的意义啊,除了拇指之外啊,每个指节我们说都有三个三节 那么,这个第一和第二三,第二指节第三指节呢,它分别代表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啊,第一指节呢,表示精神,精神方面 那么第二指节呢,是表示什么呢,是表示思想的,实际的啊,第三指节呢,是主什么呢,是主物质的,本能的啊,那么假如说啊,这个三个指节的长度都均等的话啊,那么都是表示主其三种倾向都比较平均啊,为比较最理想的这种人物啊,如果是第一指节 像这种形态啊,第一指节比较长的人啊,第一指节比较长的人啊,那么这个 就是主思想倾向于精神方面啊,比如,如果是太长的时候,可能会因为啊,幻想 过度远离物质生活啊,我们说这个第三指节是偏向于物质的啊,基础的啊,那么第一指节呢,是偏向于思想的啊,那么如果是说这个指节太长的话啊,就偏向于幻想啊啊,远离物质生活啊,重视精神生活啊,如果是第二指节比较长啊,第二指节啊 就是这个中间这个指节比较长的话啊,那么就是主思思想实际啊,利于经商和什么和专门的行业,就是说专门的指节就是专业嘛啊,油门特长啊,如果第三指节比第一和第二指节要长的话,是主物质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啊,高于一切啊,就最上面那个指节比较长的话啊, 这种人呢,是比较重视物质享受的啊,好了,有关这个三个指节的长短就分享到这里,这里还是天后玄机啊,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,我们下期再见